今天要分享的是 鋼彈創鬥者 HG系列1比1四四的 編號0幾? 編號048號 天使熊凱 就熊凱P 給大家看 然後本人是單純的宿主 並沒有上熱盒的顏色 然後說明書 是這樣 基本上說明書個人覺得不是重點 有去買的人就會知道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上去是這樣 靠一點 是他的後面 先把這拔掉 這是他的後面的天使之一跟天使之環的部分 然後基本上這兩個關節是用球形的關節 天使的翅膀部分 然後這一個他用的零件是軟膠的 所以他是可以凹的 可以像這樣子 凹得盡量像他的那個 的部分一樣 本來以為他會像 說明書這樣子是直接附在他的頭上 但並沒有 然後注意看的話這邊有一個 一個樂福 然後一個愛心的錶子 這是後面天使之環的部分 然後上面那個天使之環後面的愛心的部分 是用貼子來代替 阿如果你 願意上色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上色 看你 然後商品上 阿基本上 可動性個人是覺得不差 就是跟牙凱一樣 然後 因為這是本人第一個 這種雄型牙凱 完全雄型的 他頭的部分 的零件 可以看到幾乎都是用貼子來代替 就眼睛的部分用貼子 然後臉他那個 手帳那個手環也是用貼子來代替 基本上貼子的部分就只有 眼睛 然後 眼睛的零件除了這個以外 是有兩個可以來做更換 有這樣兩個 然後可以裝起來 然後嘴巴這邊 就是 如動畫版的一樣 可以打開 然後注意看裡面有一個嘴炮 然後特別的部分 本來那時候以為他的耳朵是不能轉的 但是他耳朵一樣是可以這樣完全轉動的 然後下面 腳步是這樣 側後面是這樣 基本上其實把頭拔掉 就跟 就只是個粉紅色沒有頭的 牙凱一模一樣 基本上 並沒有看不出來 然後跟之前的限定版 限定版的那種 鋼彈 剛開始的那種創透者 熊凱比較起來 他顏色就明顯比較淡 基本上 個人是覺得 比較喜歡這個原本的配色 這個原本是新的配色過於的偏淡 後面是這樣 然後背包的部分 就為了背這個 所以就已經把它扣回去了 然後 他的手杖部分 個人就不喜歡 所以並沒有裝 注意看的話 就是他的手部的這個零件 他有做成一個熊爪的造型 就是三爪 三個爪子 然後一個 一個拇指這樣子 個人是覺得這一款 這個系列已經是 創透者系列 算是很成功的一個 成功的一個 東西掉了 很成功的一個商品 個人是覺得 這個系列 創透者系列最成功的商品 應該也是熊凱系列 已經不知道這是 限定版的不講 光這個 光這種那種造型的熊凱 就已經出了四五 欸 出了五種以上 然後小型迷你凱 更不要講 迷你凱出到現在 好像已經七八種 都已經可以組熊凱戰隊 然後手部這個零件 是有很多可以換 喜歡的朋友 可能可以考慮 然後注意看他這邊 有故意做 赤腳 跟原本的是一樣的 兩者的差異 就是一種 換了一個頭 其他模都一樣的 一個商品 就可以照樣再賣一次的 概念